刘德华和梅艳芳都是20世纪80年代走红的天王天后 都是引领一个时代的剧情 都是割影双绝的牛人 多年来,他们俩之间的暧昧关系 也是整个香港娱乐圈津津乐道的话题 今天我们来走近这两位大明星 八一八他们的二十年情 刘德华比梅艳芳大两岁,也比他更早出道 1981年,他从无线电视议员训练班毕业 成为一名演员 1982年在电视剧烈营里面首度担任男主角 饰演一个帅气警察,开始快速走红 就在同一年,梅艳芳参加了无线电视跟华星唱片主办的第一届新秀歌唱比赛 以其圆润沉厚,充满雌性的嗓音和沉稳大气的台风 毫无争议的夺得冠军,正式踏足娱乐圈 并在当年就发行了第一张唱片新债,获得白金销量的好成绩 同名主打歌,是电视剧《香成浪子》的主题曲 随着电视剧的播出大受欢迎,风靡一时 也就是说,在1982年,刘德华跟梅艳芳同时走红 他们俩都是无线台的员工,少不了会在台里见面 为了方便上班,两个年轻人都在台附近的广播道租房 并且恰好在同一栋楼里,成了楼上楼下的街坊邻里 再加上两个人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因此常在一起玩 两位巨星的半生情缘由此拉开 到了1984年,已经凭借着电视剧《神雕霞侣》大火起来的刘德华 在第三届新秀歌唱比赛里面担当主持 而梅艳芳同样来到梦开始的地方,当表演嘉宾 这是两位巨星较早期的一次正式同台机会 到这个时候,他们其实已经相当熟悉了 1985年,刘德华因为续约的问题未能谈妥 遭到无线台雪藏,事业陷入了低谷 不久,他签约李小林管理的异能动音公司 可诡异的是,已经荣升为天后的梅艳芳 竟然也跟名不见经传的异能动音公司签约了 将音乐演出的事情交给他们打理 有人认为,这是梅艳芳对刘德华心动的开始 她在用共同进退的实际行动来支持刘德华 这个时期,刘德华和台湾女性玉可欣正在谈恋爱 当玉可欣飞来香港探望男友 梅艳芳亲眼目睹刘德华对待女友的好 芳心更是暗许 但很可惜,神女有心,相亡无异 梅艳芳并不是刘德华心仪的那种女孩 她剪短发,形象前卫 有许多异性的朋友,爱泡夜店 而刘德华喜欢长头发的乖乖女 最讨厌女孩去夜店 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 决定了两个人很难走在一起 刘德华结束和玉可欣的恋情之后 又跟朱丽倩开始秘密交往 这个马来西亚女孩甜美文静 长发飘飘,温柔低调 满足了刘德华的一切要求 是完美的刘泰人选 朱丽倩的出现让专一的华仔从此单念一棵树 放弃满圆华,彻底断了梅艳芳的念想 1990年,刘德华跟梅艳芳开始合作电影 接连拍摄了富贵兵团和穿导方子 在这两部作品里 他们俩都有大量的感情戏 包括亲热的吻戏 戏里的感情燃起了戏外的真情 也就在这段时间 圈内传出了梅艳芳暗恋刘德华的消息 跟刘德华一起拍富贵兵团的其他圈内好友 包括谭永林、曾志伟等人 经常制造机会想要撮合两人 巧合的是 梅艳芳对外公布了理想配偶的条件 人们发现这些条件跟刘德华高度匹配 简直就是为其良心定做的 于是暗恋的传闻越传越烈 刘德华在接受前被珍妮采访时承认 听到传闻之后 曾向梅艳芳求证 梅艳芳却一口否认了 弄得她很尴尬 珍妮直接问刘德华 会不会喜欢梅艳芳 刘德华给了否定的回答 说我喜欢长发飘飘 内向的女孩 这个标准一直没有改变 那你喜不喜欢梅艳芳这样子型的女孩子 应该不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大喜欢那些 跳舞跳得好厉害的 她喜欢内向的 内向的 我打她她也不会出生的 那就又要长头发的 然后要很温柔的 就还是一贯的作风 你跟以前的想法还是一样 还是喜欢长头发的女孩子 年纪没有什么改变了我 这样的回复 无疑让梅艳芳失落和惆怅 所以有时候她都自嘲说 我不是刘德华喜欢的那种类型 其实梅艳芳 你好像头发都没有留很长过 对啊 所以我 我一定不是她 想象中的那种 1991年和1992年 刘德华投资的天目公司 接连筹拍了九一神雕俠女和战神传说 梅艳芳两次战役助阵 担当第一女主 继续在戏里和刘德华大谈恋爱 只可惜 好演员刘德华 并不是一个好的投资人 天目公司在经历了早期的成功之后 很快就经营不上 让刘德华赔光了积蓄 还欠下一批不债 在危难时刻 梅艳芳始终站在身边支持刘德华 还帮她筹钱还债 度过危机 由于刘德华身边有了固定的女友 并且公布了审理标准 梅艳芳只好默默收藏着对她的情谊 但此终究包不住火 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暗声情愫的时候 其眼神表情 肢体语言都难免有所反应 在许多场合 我们都可以看到梅艳芳面对刘德华时候展示的温柔 按照曾志伟的说法 梅艳芳对待其他人 是大大咧咧的男人婆风格 唯独在刘德华面前 就会变成一个小女人 梅艳芳很霸道啊 有多霸道啊 说到华仔呢 收散了 嗯嗯嗯嗯嗯嗯 这样的 然后呢 一有什么就说 华仔都来的 那名字就说 什么啦 这样的 不止曾志伟 谭永林 黄瞻等人 都认为没艳芳对刘德华有意思 一时间 几乎整个香港娱乐圈 都爱拿他们俩来开玩笑 无线电视台拍舞台剧 公然拿他们的匪论当话题 梅艳芳快点从实招来 究竟你是不是暗恋这个刘德华 刘德华有没有收过任何的情书 或者电话是他暗恋来的 没有啊 翡翠歌星贺台庆的节目 特意安排他们两当男女歌星队的队长 除了频繁斗嘴 斗歌和斗舞 刘德华还不必嫌疑 在众人的起哄和笑声中 跟梅艳芳跳了一段火辣曖昧的舞蹈 他们的有爱互动 还体现在演唱会的舞台上 每逢一个人开唱 另外一个人必然两肋插刀 不遗余力的给对方当嘉宾 在公开的场合 两个人也不太避嫌 牵手 拥抱 亲吻 就像一对情侣 就连歌神张学友都感叹 他们竟然做出这么亲密的举动 我跟我妈都不敢 我想他们交情也不会 也非浅了 要不然怎么可能在 共同的地方这样 我跟我妈都不敢 对于外界沸沸扬扬的暗恋传闻 梅艳芳的回应 其实是有区别的 大部分时候 他都否认 只说是欣赏刘多花对事业和家庭的态度 我不认为我心情 我可以做一个医人 他是一个分析的 女人 然后我希望他拯救他人的态度 他对工作人员 他对家庭的态度 我觉得有些一个男性的无分 但依然有一些话 有意无意地泄露了对刘德华的好感 比如说希望将来的老公和情人 像刘德华 甚至还有一次 他当面讲 我不是暗恋 是明恋你 听起来像玩笑话 但谁知道不是内心的真实想法呢 相对于美艳芳 刘德华的回答更是滴水不漏 不管任何媒体逼问 都始终说是缘分 好朋友 相互欣赏 那你觉得那种感觉 是纯粹是友情呢 还是真正是一种 大家互相的 我都不可以 就是我不敢说那种究竟是什么 但我觉得那个是缘分 传闻妹仔暗恋你 这个你知道的了 我觉得他是欣赏我 而我也都很欣赏他 所以你们两个只承认 我俩是朋友 对不对 好不好 有一次 媒体让两个人相互打分 美艳芳毫不犹豫地给刘德华打100分 但刘德华只给美艳芳60分 他解释说 我也是60分 美艳芳太爱去舞厅 所以扣一分 美艳芳马上接话 说自从你说了这句话之后 我再也没去过舞厅了 如果不爱一个人 怎么会这样在意他的感受 将他的话奉为圣旨呢 分数上的差异 说明了看似高高在上的女王 在刘德华的面前 其实是爱得很卑微的 这一份的卑微 在美艳芳接受许歌会采访时 表现得最明显 他说 既然刘德华不喜欢自己这种类型 既然他已经明朝有主 棉芳无可奈何 只好将心里的那份爱慕昇华 成为刘德华的红颜知己 子愿付出不求回报 这份超越了男女之情的情谊 让刘德华非常感动 他感叹说 梅艳芳对我 比女友对我还好 刘志玲跟梅艳芳都是我一个 女性的很好的朋友 自己 红颜知己 对对对 他们真的对我很好 比女朋友还要好 那你这一生都无好呢 梅艳芳去世多年之后 这段情得到一个重要人物的证实 就是梅艳芳的母亲秦美金 他说刘德华是梅艳芳生前最爱的男人 当他知道刘德华有了女友朱丽倩之后 还亲自去马来西亚求证 得到证实后才死心了 2001年 一直关系融洽的两位巨星 突然遭遇了考验 这一年 刘德华在天幕公司跟皇家电影合作 联手拍摄公司破产前的最后一部作品 爱君如梦 他当男主 吴君如和梅艳芳当女主 电影拍完之后 传出了梅艳芳和吴君如不合的消息 说他不满被吴君如抢戏和盖了风头 不满吴君如跟刘德华有亲吻戏 觉得吴君如和刘德华背叛了自己 这种不合的传言沸沸扬扬 成了香港娱乐圈的热门八卦 梅艳芳不得不两度回应 说和刘德华有情不便 在搬很多人 报纸又在那里写 很多人在那里 我把我都不信 我就说 我把我都不合了 两个不合了 那么有没有什么事 不合了 两个就在那里 两位好友相识相知 近20年 从来没有吵过家 爱君如梦事件 可以说是唯一不和谐的插曲 风波过后不久 梅艳芳的身体开始出大问题 由于家族素有癌症病史 早在1999年 他就发现子宫里面长了个水流 只不过那时候医生说没事 到了2002年12月 情况开始恶化 转为子宫颈癌 刘德华是最早知道 这个恶号的好友之一 2003年9月 梅艳芳在刘德华等人的陪同下 对外公布了这一消息 刘德华鼓励梅艳芳积极应对 好好治疗 即便在最忙的时候 也都没晚给梅艳芳打电话 问她感觉怎么样 吃药了没有 这些暖心的举动 让梅艳芳非常感动 梅艳芳知道 时日无多 想把最美的自己留在舞台上 于是不顾亲友的劝阻 执意要做八场告别演唱会 她在演唱会穿上了美丽的婚纱 完成了嫁给舞台的心愿 并调侃说 我不等华仔了 等她比等贝卡恩我还难 不要紧 我等贝卡恩 等她离婚 小华仔啊 中然啊 我应该是独身主义者 你确定 刘特华在其中的两场演唱会上亮相 演唱了《爱你一万年》 月亮代表我的心等歌曲 她知道梅艳芳喜欢贝克汉姆 就费了好长时间 想要做出贝克汉姆的发型 来逗梅艳芳开心 她说《爱梅艳芳一万年》 如果有轮回 下辈子你是走不掉的了 梅艳芳则牵着刘特华的手 问她 不是这一辈子吗 刘特华说 这辈子你已经走不掉 大家都知道的了 听着医生所爱的男人 亲口说出这些甜蜜的话 相信这个时候的梅艳芳 是非常幸福的 演唱会节术后不久 梅艳芳病情恶化 最终不敌病魔 在2003年12月30号 永别人间 年仅40岁 临走前 她和包括刘特华在内的所有好友 都见了最后一面 说了想说的话 可谓无憾而终 2004年1月12号 梅艳芳出兵 上万香港市民 参与了送别这位香港的女儿 刘特华是八位扶龄人之一 在她去世之后 刘特华对这位红颜知己 始终没有淡 多次在公开场合怀念她 唱她的歌 2013年12月30号 梅艳芳去世十周年 香港的演艺圈举行了一场纪念音乐会 刘特华演唱了梅姑的名曲四水流年 动情之处 眼里泛起了泪光 刘特华有一首经典歌《来生源》 其中有几句歌词是这样的 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 也许分开不容易 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 只好等在《来生你》 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 这几句歌词 是对她和梅艳芳二十年感情的最好诸解 不管是暗恋还是自己 今生情缘未了 唯判来生再续 好了朋友们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请点击红色按钮订阅 点赞和留言交流 分享明星幕后的精彩故事 感悟红人背后的百味人生 我们一起蓝眼看世界